好 那麼各位呢 您手上那個有沒有 那個什麼樣的板 您可以把它拿起來 剛剛我稍微介紹到了齁 原則上呢 您可以看到 除了我們剛剛有介紹的三色LED燈 左上角那一個 右上角有一個光明電子 齁 有一個光明電子 再來咧 左下角這裡有一個叫做上拉按鈕臺灣 好 上拉按鈕臺灣 那麼除了這幾個所謂的感測元件以外 我們還有幾個那個電鍵 電源孔在這裡 有一個3.3伏特的電源 那還有一個VCC 這是5伏特的 這是5伏特 等於說它上面是只有提供這兩個 那有的裝置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LD點矩陣 它的耗電量是比較大的 所以就必須要用5伏特的 你用3.35的就沒辦法驅動 電壓不夠 那麼其他的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看齁 在這邊 那您會發現這上面不是都有這個數字嗎 對不對 這個數字齁 這些就是我們的訊號線 那麼如果有這個毛毛蟲的 有這個毛毛蟲的 就代表這幾個訊號可以用類比的 可以用類比的 傳送類比的訊號 那如果是沒有 就是一方數位訊號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是跟這個有關 因為電源 我們的那個電源孔 不是有兩 有三個嗎 一個接地 一個正極 一個負地 一個接地嘛 那這個 GND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接地 接地 等一下呢 我們會給老師稍微先完畢一顆LED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這樣接到這邊來 好 很多裝置都一樣啦 就基本上都要有接地 那有的 像LED燈很小 那電源很小就不需要再特別為外接電源 就可以用 本身板子的電就可以供應給它 但是其他的感測器 通通都是要接電源的 所以你會有電源 我們的接線的部分 用這個叫杜邦線 這個 你看到這個 有沒有 彩色這個叫杜邦線 這就是我們要連線的 我們連線的部分呢 待會兒會有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可能要有接電源 接地 再來就是你的訊號要接到哪裡 好 要接到哪裡 就這三種 好 就這三種 那麼這個 順便提一下 老師這個杜邦線啊 這十條對不對 雖然它們排在一起很好看 但是不要客氣 你可以親手拆著它 如果等一天有需要的話 它不會因為你連在一起就比較好用 但是就看你老師啦齁 就是如果你覺得說 喔 這樣綁手綁腳 你可以是要把它拆開 沒關係 只要記得叫放回去就好 OK 這個是我們大概Smart上面本身就有這些套件 那麼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 剛剛那個紙上面有沒有 剛剛那個紙上面不是有兩個 兩個號碼嗎 這個紙上 所以兩個 兩個號碼 上面那個SSID是指什麼 如果說我們第一次在使用我們的Smart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這邊已經都幫大家把環境設好了 也就是說 它是透過網際網路 連到我前面那一台 有沒有一個無線分享器 這裡 這裡有一台無線分享器 所以你們現在接上去之後 它就透過這一台 透過4G行動上網 當然用學校的也可以 就是透過行動訪明點上去了 那如果說老師你回去 比如說家裡 或者是在學校裡面 因為沒有直接透過這個上網 所以你的方式就會找不到 那所以呢 您可以把Smart的部分 它有一個初始化的設定 可以去找 它本身呢就會變成一台 無線基地台 也就是說你可以找到 有一個無線基地台叫什麼名字 你看像我這一台 你看像我這一個 如果我有開放的話 我的這一台會叫做這個名字 有沒有 WA9091 您就會在那裡 一個無線基地台叫這個名稱 您就可以連進去 就可以連去 在裡面做設定 那連進去之後呢 您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今天大家不用做 只是說 我讓老師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在網站上 也都有完整的教學 好 都有完整的教學 所以您會看到 在這個地方 連到192.168 8.4.1之後 它有個固定的網址 固定網址 您進去之後 就可以告訴它 您教室的環境 或家裡的環境 如果要連到網際網路的時候 應該要找哪一個ID 哪一台ID分享器 它的密碼多少 下次呢 你把Smart打開 它就自動透過那個裝置 連到網際網路上去 您的手機也可以當熱點 它透過你的手機連回去也可以 這樣就是 回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 唯一要做的設定 是這裡而已 好 OK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其實下面這一頁 我們就把這個 初始化的這個地方 來打開給老師 稍微看一下 如果說您需要了解一下的話 這裡都有影片 有關節的教學 那既然來到這邊 順便跟老師介紹一下 在WebDuno的這個網站裡面 目前應該是 我看到 就是 一般的這種 互聯網裝置裡面 教學算是 也很完整的 它最近已經要改版 改成就是 那個 RWD 就是適應行動裝置 好 所以最近會改版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有關Smart的 也沒有很多 就是 它都幫你整了起來 還有綜合應用的 所以每一個都講得很詳細 也有錄影 也有錄影 所以程式碼呢 也都很OK 你們在看的時候 如果說 有不了解的 也可以到上面來 實際 你看接線的部分 都會接得很清楚 但是說真的 看歸看 實際機的時候 還是有問題錯了 因為畢竟有時候 還是 就差一點點 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只是 這邊您都可以 找到 有這樣可以參考的地方 好